接下来我们通过盘面了解一下各位领长的板块和个股分别是什么 各位领长的板块当中的加工食品生物技术软饮还有医疗服务的相关个股是领长的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一个加工食品板块的个股上涨幅度71.93% 目前价格是88.89美元每股 绿山咖啡被德国财团以139亿美元收购 对的这个是绿山咖啡的股价一直都是波动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经常看到上涨11%下跌20%都有的 那么这个公司的股价从去年底冲到了最高点历史最高点150块钱 今年在上个月是40块钱 跌了相信四分之三 那么什么原因呢 就是一个是它的这个以前的估值比较高 大家觉得增长很快 确实它的产品很受欢迎 就K-cup嘛 就是这个我们以前都是说用咖啡豆的 现在就不用咖啡豆了 就一个咖啡机 它的非常非常这个popular 非常做红类 就是一个小胶囊 小胶囊咖啡 对 就是胶囊咖啡的一个代表 那么胶囊咖啡代表有两个代表 一个是这个绿山咖啡 另外一个就是Nestle的 就是缺少咖啡的 这个Expresso 也是这是两大公司的对打 那么它的普及度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大的 那么的增长呢也到了一个瓶颈 所以说呢这个公司原来的高估值呢 一下子就垮下来了 那么但是呢 这公司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 那么在前一段时间 当这公司的股价达到了40多块钱的时候呢 就是它的市盈率只有十几倍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也是有很大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价值在里面嘛 所以说也被这JAB Holdings 相信说是一个德国家 很重要的一个私营企业呢 被它收购了 被它私有化 那么这个JAB Holdings呢 其实它也有很多其他的咖啡的品牌 这个 那么但是没有这个Green Mountain这么大了 我们知道叫Peats 像我们看到 经常开了很多咖啡馆叫Peats Caffe 那么也是这个公司的一个品牌 另外呢它不光 这个公司不光有咖啡 还有其他的品牌 包括Jimmy Cho这个鞋的牌子 也是它的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综合性的这个消费品公司 那它最主要的还是咖啡的生意 那么它的目的呢 肯定是想跟着Nestley 跟这个薛少咖啡竞争 那么现在薛少咖啡呢 是无庸置疑的全球第一大 那么它收购了绿山以后呢 以后呢可能也是想 做全球第一大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我觉得像绿山咖啡 在全球还是有很大的这个空间呢 可以增长的 比方说中国 中国现在的客咖啡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绿山咖啡呢 大家都听说过 很多人喜欢 但是呢 其实市场渗透率的还是不够高 还是一个 相当于一个蓝海 怎么样一个市场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公司再接着 这样的一个发展下去的空间 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我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品 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还提到的说 大消费板块值得关注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大消费板块 而且品牌的这种咖啡呢 在这个中国市场技术度越来越高 可能接下来还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发展 好 非常感谢吴向军先生 这十段点评 我们在节目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